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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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来到河南松山少林寺认识喜武 修习少林寺权法 七七事变后 他又回到东北 执行日本军队的特殊活动 1946年 他回到日本四国的家乡 把中国的少林权日本化 并加以发展成为日式少林权 组建日本国少林寺权法联盟 从无道友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人 日常练功人数十五万 成为今天在日本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全国性团体 正因为有这样一段复杂历史 因此在中道臣协夫人慧梅子和独生女中有鬼 为了发展日中友好并建立日本少林寺权法联盟 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来北京访问时 由于总道臣的复杂历史 加之文革期间 少林寺早被砸烂 大家对少林寺权法联盟也都无从了解 因此当时没有人敢接触宗道臣一行 廖承志得知宗道臣住在新桥饭店后 亲自出面与宗道臣常谈 并指是孙平化经常与他接触聊天 孙平化说香港如果拍摄一部河南少林寺的武打片 一定会受到日本少林寺权法联盟的特大欢迎 廖议员听了孙平化和黄世明的介绍 立即组织香港中原电影公司奋力拼搏 邀请李连杰等颇具武功的实力派演员丹刚 到河南松山实地拍摄 终于使少林寺一炮打响 轰动香港 少林寺少林寺电影 受到日本少林寺权法联盟的热烈欢迎 宗道臣购买了少林寺在日本的放映权 在日本引起轰动 在由日本媒体大力宣传 该片迅速扩展到东南亚、欧洲、美国和全世界 受到内地、台湾以致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 得到中外观众的普遍赞赏 开辟了香港电影的新天地 遗憾的是人们大都不了解鸟成志、孙平化 对此所起的巨大作用 香港电影演员夏孟回忆说 文革终于过去了 香港电影界也在拨乱反正 并开始做出了新的成绩 如中原公司的武打片《少林寺》 青鸟公司制作的 描写越南难民问题的文艺片《头奔怒海》 都突破了香港影片的卖作记录 盛况空前 再加上一部由国产纪录片剪辑而成的金骨器官 占了1982年十大卖作片中的三部 总之 我们在香港的进部电影 在再次接受廖宫的指示后 以极短的时间重新恢复了自己的青春和夺目光彩 电影《少林寺》一炮打响 很快促使中日少林寺大发展 文革中河南少林寺惨遭破坏 中道臣把河南松山少林寺视作祖庭 他主动提出捐助河南省修复少林寺古叉 并与少林寺和尚们建立了联系 由于日本《少林寺全法联盟》和日本媒体的大力推荐 西方国家找少林寺拍片者络绎不绝 河南松山少林寺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由于电影《少林寺》在日本热播 日本《少林寺全法联盟》得到大发展 凭借此片的号召力 该联盟会员有七十万集 距上升的一百二十万人 1975年中道臣协夫人慧梅子和独生女宗游贵来访时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十分重视 除亲自面谈外还只是孙平化盲访中道臣 随着岁月的流逝 二十多年来日本《少林寺全法联盟》与中日友好协会 河南省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开展了多种交流活动 建立了密切关系 逐渐建立起了 彼此都十分珍惜的友情 随着对中日少林寺相互支持 共同发展了解的增加 中日双方有关方面理解也在加深 交往越来越多 感情也越来越好 发展成一种良性互动 日本《少林寺全法联盟》 成为在日本社会颇具影响的一支中日友好的积极力量 令人难忘的是 1979年春料成志 率领中日友好之船 访二日周游日本列岛 每当停泊港口时 都有一支身着黑色中国武术制服的《少林寺全法联盟》的队伍 依次排开昼夜守卫在岸上 传策 向中国代表团航少林寺特 有的双手和实力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他们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少林寺全法联盟》 《少林寺全法联盟》 《私自身之定位》 《少林寺全法联盟》 《少林寺》 《少林寺全法联盟》 《少林寺全法害》 《少林寺毫十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